107全年度UVL大專排球聯賽 四強決賽今日與台北體育館熱血開戰 現場湧入許多球迷進場為選手們加油喝彩 女子組首場由去年遭陣修粉碎連霸美夢的台灣師大對決中山大學 台灣師大一路展現強攻一枝落山擊敗中山 搶下首張冠軍賽門票 不是那麼滿意 可能專注度跟偏近還要再提升一點 那如果這兩個方面還有再上來一點的話 我相信明天應該是會很精彩的一場比賽 我們對上在臨場的發揮 就是可以再更積極一點或者是再高亢一點 第二場比賽台北師大對決台北商大 北師大雖開局發球不穩 但依舊以25比20搶下首局 經過調整後再接連拿下2-3兩局 直落山擊敗北商 睽違三年再度闖進冠軍戰 唯一要做調整的就是 就是如何把他當作什麼都沒有來打 大家今天都太緊張身體都太僵硬 平常練習的都沒有表現出來 希望明天大家可以表現出來 男子組部分去年冠軍戰對決戲碼 尋求12連霸的台灣師大對決中原大學 台灣師大隊長吳宗軒 搭配新生代重砲手謝亞人以及高偉成 此戰台師展現連霸決心 以直落山擊敗中原大學 一個是心態面就是專注度 第二局的後段有一點喪失 所以導致很快分數就被追上來 其實我們今天沒有籃到他們的球 太早起跳啦 對 或是定位做得不完整 今日最終戰 由國北教大隊上彰化師大 首局雙方就打到Deuce 國北教大才以31比29拿下 彰化師大經過調整後連拿3局 最終以3比1 擊敗國北教大成功下課上 隊時首度闖入冠亞軍決賽 明日將強碰台灣師大尋求隊時 首座的冠軍金杯 我在預賽輸那個國北的時候 我就講了 我再打一次我一定不會輸球 那我覺得那30分我們不算輸 所以我就對學生非常的有信心啊 決賽最終日誰能問頂王座後座 球迷朋友們走過路過千萬別錯過 也可以鎖定SSUTV現場直播 一同為這群排球員們加油 客彩 見證屬於他們的榮耀時刻 SSU特派員龍錫芳 李正寅台北報導